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歡迎收看《現代啟示錄》 歡迎收看網路版《現代啟示錄》 我是怡婷 我是Shelly 哇 很久沒有跟你一起錄影了 真的 大家好久不見 最近在忙什麼嗎 幹嘛 不想笑一下 好不好說是不是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進入主題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中國史上的女英雄 女英雄你會想到誰 我會想到 因為大家很耳熟的花木蘭 她就是隨朝代父從軍 然後後來成為上書 然後還有一個是 宋朝抗經的女英雄 不知道怡婷有沒有聽過 她叫梁洪玉 其實比梁洪玉 其實花木蘭更有名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女英雄 不過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中國史上 只有一個女英雄 她真的是被列入到正史裡面 她叫做秦良玉 妳有聽過秦良玉 有 我有聽過秦良玉 但是我只知道她是明朝的女將 她有什麼英勇的事蹟嗎 她非常的厲害 這個厲害的地方 我們待會影片裡面都會看得到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她出生的時候就有吉兆 因為當時她爸爸又看到一隻猴子 然後蹦蹦跳跳跳進有產房 也太可愛了吧 對 所以她覺得猴子進入產房是一件吉兆 因為飛猴入戶 你可以把那個猴子的猴 改成是諸猴的猴 代表說 那我就懂了 對 家裡之後可能有人會出猴 當女將軍 那古不其然 秦良玉之後也變得很厲害 還有蕭勇善戰 那到底秦良玉還有哪一些英勇的事蹟 讓我們一談究竟吧 在四川 尤其是重慶一帶 提起秦良玉這個人 可以說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因為她以一介女子之身 帶領兵馬 對抗內亂與外患 遇邪奮戰 在腿裡的明朝末年 多次大敗敵人成了傳奇 明朝末年 流寇作亂 中央政權招不保夕 多數地方軍力發不出良響 只有她 變賣家產 維持軍紀 她曾經三度自仇良草勤王 保衛明朝 然後在四川的部分 抵禦當時的流寇張縣中 具有非常大的攻擊 而且她本身文武全才 游泳泳 可以說是明代一太奇女子 她在歷史上最大的特別點是 中國二十四史當中呢 唯一以女將軍的身份 列入正史當中的只有秦良慾 她的父親秦奎 是個飽讀詩書的共生 又有一身好武藝 稱得上是文武雙拳 育幼三子一女的她 不理世俗重男輕女的陋席 最疼愛排行老三 又是唯一女兒的秦良慾 據說秦良慾不但女工詩詞 樣樣精通 也愛研讀兵法 更學習了父親一身好本領 有一次秦良慾父親外叔 遇到一個劫財的謀滅強盜 兩人一言不合打了起來 強盜不到幾個回合 就把秦奎打倒在地 秦奎非常的懊惱 怎麼自己會打輸強盜呢 突然看到這個強盜 把頭巾掀開 原來是自己的女兒秦良慾 為什麼特別強調要練習武術 一方面當然可以強身報國 因為遭逢亂世 可能你自己本身有武術的話 那麼就不被人所餘肉 不受人欺負 那麼如果你真的武藝高強 能夠熟讀兵法 或者熟悉軍事的話 甚至於還可以將來寶香為民 直干戈以為設計 其實秦良慾除了因為天資聰穎 武衣高強而受到父親寵愛之外 還因為出生時的徵兆 讓全家人都把她捧在手心 據說大年初二時 她的母親秦奎夫人即將臨盆 突然有一隻猴子 鑽進了她的窗戶 那當時她的父親看到之後 唯恐猴子驚擾夫人 連忙提了寶劍去追 哪知道一到房裡猴子不見了 但秦良慾這時卻出生了 那她的父親一看 這個可是天大的吉兆 因為這叫做非猴入戶 那象徵會出猴呢 出生時的吉兆 後來也應驗在她封猴這件事情上 也許這只是個穿鑿附會的傳說 不過這個在中國歷史上 唯一被載入正時的女將軍 成了很多後代小說中的 降帥原型 例如 筷製人口的莫貴英 就是改寫字秦良慾的故事 現實中的秦良慾 跟劇中主角一樣 都是比武招親得了扶序 其實秦良慾上擂台 跟二十一歲時 被當地一名王庫子弟曹高看上有關 當時秦良慾斷然拒絕曹高的提親 沒想到被曹高以支持亨稅為理由 誣陷 灌入監牢 秦良慾出獄後 索性辦了一場比武招親 曹高也來挑戰 卻被打得一敗土地 也就是在這個擂台上 他遇見了石柱縣土司馬千盛 比武那一天 不四項的曹高也跑上擂台 被秦良慾幾招就打下來 還好後來出現了一個年少英雄 叫做馬千盛 那秦良慾對馬千盛一見鍾情 故意在筆劃的時候輸個一兩招 那秦良慾因此順利嫁給義中人 馬千盛是漢代名將馬元的後代 因為祖上有戰功 所以世襲石柱縣土司 正式的官職叫宣服史 馬千盛很早就對秦良慾親心 而秦良慾則在擂台上 對馬千盛一見鍾情 因此故意落敗嫁進馬家 這場婚禮之後 是秦良慾真正走上沙場的第一步 由於石柱縣窮山惡水 民風飄漢賊口極多 為了保護莊架 秦良慾先是協助丈夫練兵 這支軍隊平時為農 戰時為兵 因為有所戒備 所以山賊流寇倒也不敢作亂 但就在西元1599年 萬曆27年 秦良慾25歲時 博州土司楊應龍叛變了 楊氏家族雄聚博州700多年 歷經唐 宋 元 明四個朝代 古稱夜郎 他的財富一度在西南地區首屈一指 他的軍力曾經重挫蒙古鐵技 但到了楊應龍這一代 他剛必自用 動輒殘殺領民 原本歸他統治的領主們 一怒之下告了獄狀 但朝廷無力處理 只能忍氣吞聲 告獄狀的事情被壓了下來 但楊應龍沒有收斂 他的原配張春花是張氏領主之女 由朝廷告命在身 沒想到楊應龍太過寵愛 第五房小妾田慈鳳 在溫言軟語的挑撥下 一次醉酒後 他下令殺了原配 楊應龍為家 給我找了 楊應龍原配呢 是有位封為告命夫人 告命夫人 告命夫人雖然沒有實權 但是有奉勒 而且有所謂的特權 就是地方官員 是不可以進行審判 除非當時的中央政府 剝奪你告命夫人的權利 不然是不可以進行審判的 而楊應龍在他的原配 沒有被剝奪告命夫人之前 就因故將他殺害 這件事情等於是嚴重挑戰 當時的明朝政府的權威 只是楊應龍勢力實在太大 非到萬不得已 朝廷實在不想計劃矛盾 因此派人宣指斥責 已是告誡 但才招呼不久 楊應龍又借收復師徒的名義 向臨近的永寧吐司 發動攻擊 他甚至砸壞歸州使者的車 明顯帶有挑釁意味 對此朝廷不再姑息 已經準備出兵爭繳 而楊應龍此時上奏 願意上繳四萬兩白銀贖罪 也派出次子楊可動當作人質 這樣一來朝廷有了面子 陸續將原本要討伐 楊應龍的軍隊調離川柜兩省 沒想到 就在明軍軍力出現真空時 楊應龍開始備戰 在各處愛口大肆整修 形成邊防 西元1599年 楊應龍突襲齊江城 殲滅官兵五千人 大肆徒城 失手投入齊江內 開始江水變色 西南半壁江山為之震動 柏州之戰正式開打 石柱土司馬千盛自願參與戰役 率領三千兵馬指導柏州 秦良玉則率兵五百殿後 負責押遠糧草 一脈楊應龍實判實降 反覆不定 明朝將軍楊國柱 戰前失利 融而俘虜 隔年明軍整軍再起 楊應龍守在愛口 下令士兵以滾木雷石阻擋 明軍屢攻不下 此時的秦良玉與夫婿 再度出兵會師 與明朝將領參詳後 獻出兩個錦囊妙祭 一是派間諜混入敵營 殺了守官的破軍後 一勇而上 二是洋莊軍營中 全體人員酒醉 又敵進攻 秦良玉兵不厭詐 堪稱女諸葛 楊應龍趁秦良玉軍隊 喝酒歡慶新年時 發動襲擊 因為他看到這些人喝了酒 手足無道 應該都喝醉了 原來秦良玉早就料到 楊應龍會發動騎襲 所以他故意先行發出軍令 說眾人可以喝酒 但不能喝醉 同時他也安排扶兵 躲在暗處準備反騎襲 這招果然厲害 楊應龍大軍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 被打得落花流水 馬謙盛 秦良玉夫婦全力誅殺楊應龍 逼得他自焚身亡 表面上是效忠大明朝 但其實也有私心 這段歷史呢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 奉命平亂清理門戶來做說明 因為據說馬謙盛的母親呢 不喜歡馬謙盛 比較鍾愛他的小兒子馬謙盛 而且在馬謙盛婚前的時候呢 他的母親情勢就跟 柏州的楊應龍有失控的行為 他的小兒子馬謙世 就娶了柏州楊應龍的女兒為妻 所以當楊應龍起兵叛變之後呢 馬謙盛夫婦為什麼會主動出兵 可能也有隱憾所謂的 清理門戶的意味 柏州之亂平定後 馬家軍連破竹等七寨 還升勤楊應龍的兒子楊朝動 戰功列為第一 明史中更詳細記載 梁玉夫婦首即敗之 追入賊境連破七寨 大敗賊眾為南川陸戰功第一 賊平梁玉不言功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記載 是以梁玉夫婦 而不是謙慎夫婦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是以女將軍 秦梁玉本身作為主體 進行記載 這在正史當中是極為罕見 以女性 而且是女將軍的身分 記載在歷史當中 馬謙慎與秦梁玉一戰成名後 原以為邊疆叛亂平定 夫妻倆就可以高枕無憂 安穩度日 但沒想到 就在西元1613年 萬曆四十一年 夫婦馬謙慎為了礦稅問題 得罪了朝廷派來的太監邱成雲 為此狼鐺入獄 最後病死在映陽監獄 這一段內容呢 我們可以用 夫婷子幼來形容 萬曆四十一年的時候呢 馬謙慎感染了鼠疫 而當時呢 來尖稅的宦官邱成雲呢 又不滿意馬謙慎的交代 所以就因故 將馬謙慎投入獄中 在獄中沒有得到良好的照顧 所以馬謙慎就死於獄中 由於宣服使是世襲制 但兒子馬祥齡還小 因此秦梁玉便母代子職 成了施珠縣吐司 雖然丈夫被奸命誣陷而身亡 但秦梁玉對大明王朝 依舊忠心耿耿 西元一六二零年 萬曆四十八年 女真族首領諾爾哈赤 率軍勤返遼東 秦梁玉奉朝廷之命出征 下令兄長秦邦平秦邦漢 胞弟秦明平以及兒子馬祥林 石元遼東 這場戰役打得驚天地 氣鬼神 被稱為遼東戰役的第一血戰 因為秦梁玉只能派出三千兵馬 需要對抗數以萬計的敵軍 歷史資料記載 秦梁玉的這支軍隊 先擊敗後金白旗軍 接著再重挫黃旗軍 戰機落馬兩三千人 八旗盡旅死於槍弩之下者 數千人 準備 但即便秦梁玉派出的軍隊 實力十分堅強 卻也難以抵擋敵軍 一波又一波的攻勢 由於後繼無緣 三千兵馬幾乎全被殲滅 他的兩個哥哥也奮戰身亡 只剩弟弟秦明平苦稱等待援軍 那當時秦梁玉跟兒子馬祥林 親自救援 卻遭遇到努爾哈赤軍隊追擊 那年輕的馬祥林被流史 射中一隻眼睛 但是他非常的勇猛 拔出劍後還是衝入敵陣 連射三劍 這樣的勇猛 也鼓舞了他們的士氣 所以後軍追兵到後來 不得已只得退走 而馬祥林也因為在此戰之中 表現英勇 被軍中稱為小馬操 或者是獨眼馬 在這支邊疆軍旅的獄血奮戰下 明朝保住了魚關 也就是現在的山海關 不料三年後 彌祖吐司奢崇明 安邦彥因為不滿軍響被苛扣 所以起兵作亂 史稱奢安之亂 明朝再度徵招秦梁玉 秦梁玉親上戰場 秦自大旗所到之處所向披靡 但他的弟弟秦明平 在這場戰役中已身殉國 雖然在明朝請全力調動軍馬下 奢安之亂終於被平定 秦梁玉也獲頒二品官員服飾 但龐大的軍費支出 對明朝的財政來說是雪上加霜 一九三零年重征三年 黃太極率滿軍入關 一路像是催朽拉庫般勢如破竹 打得明軍潰不成軍 秦梁玉得知消息 領兵上京救援 浩浩誕大道來了幾十萬的軍隊 可是大家都未戰不出 大家只是應著皇帝的勝令來秦王 可是都不敢出兵 反而是秦梁玉他的馬家軍 這個時候準備正式的出擊迎戰 可是朝廷的財政 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赤字 所以如果要出戰的話 那麼軍隊的糧草 所有的軍械 這些個開銷支出怎麼辦 那麼秦梁玉當時為了保家衛國 所以他就變賣家產自酬軍費 那麼他就一馬當先 就真的要出戰迎戰女征的軍隊 秦梁玉中心朝廷 所表現出來的卓越軍事能力 稱得上是保家衛國不讓虛媒 但朝廷之上卻難免有雜音 明朝官員的排擠跟猜忌 不在少數 即使朝中有人對女子掛帥不以為然 但秦梁玉仗打得好 卻是不爭的事實 接連收復了四座城池 成為皇太極既敬佩又頭痛的對手 秦梁玉立下的戰功 已經超越性別凡理 就因為戰功彪秉 崇禎皇帝也視他為地方上的可靠戰力 而不只是一個稀奇的女將 不但賞賜秦梁玉 錢幣 牲畜 酒水等 更因此做了四首師包揚他 其中最快智人口的就是 學舊西川八陣圖 鴛鴦秀里握兵符 由來經國甘心受 何必將軍是丈夫 這場戰役解除了京城之危 也讓秦梁玉名震天下 從花溪年華到年過半百 秦梁玉參加過不下百場大大小小的戰役 戰績敗少勝多的他 儼然成為川軍中最響亮的名號 1634年 也就是崇禎七年 當流寇張憲忠第一次攻入四川 秦梁玉與兒子馬祥林 兵分兩路夾籍 張憲忠因此敗退湖廣地區 那時候的明朝疆土 北有厚金虎視眈眈 東南則有海盜倭寇 內部更是流寇為患 1642年 秦梁玉的兒子馬祥林 為保衛襄陽而殉國 秦梁玉聽聞消息 老淚縱橫 不忘稱讚兒子是真男兒 這時的他已經年近70歲 但仍在家鄉實住堅守誠實 他慷慨激昂的向子孫喊話 有誰敢詳順賊人者 滿門抄斬絕不寬帶 可惜孤城無力可回天 1644年 李自成攻陷北京 崇禎字役 明朝正式滅亡 崇禎皇帝字役後兩年 秦梁玉以74歲高齡去世 南明皇帝追視他為忠貞侯 讓他成為中國歷史上 唯一一位女將封侯的傳奇人物 也應驗出生時飛猴入戶的鄉野傳說 只是儘管他生前信誓旦旦 要子孫生生世世效忠大明朝 但在他去世後八年 南明政權還在時 他的孫子馬萬年與侄子秦義明 就一起投降清朝 他在天有靈 直拍業邁以安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幾年前很熱播的電視劇 叫木桂英有看過嗎 我有聽過但我沒認真看過 我知道它是 木桂英它有被拍成很多個不同版本的電視劇 對 那這個木桂英呢 它的歷史原型其實就是秦良玉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秦良玉它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能夠在歷史流明 然後其實後世也有很多人把它拍成電視劇 我知道是秦良玉它在戰場上這樣功無不克 應該有一個很厲害的軍隊吧 沒錯 它叫做白桿兵 那聽到白桿兵喔 大家覺得這個名字好像落落的 因為我們知道曹操有古暴記 這個名字聽起來就相當的厲害 相較於白桿兵好像就有點 好像好好 對 好像第一階 這白桿兵的由來是什麼啊 它其實是由石柱縣的苗族農民組成的 那這些苗族農民呢 其實把秦良玉當成是神仙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該不會秦良玉有幫助過他們做些什麼事情 對 不是它會法術喔 是因為它飽讀詩書 那有一年它就發現奇怪 這個螞蟻洞啊 螞蟻為什麼挖得特別深 那依照它過去讀過的資料 它就發現 這有可能是旱災的前兆 所以它就跟農民講說 你們今年可能要種植一些抗旱的作物 像是玉米等等 所以秦良玉是地理學家 可以這麼說 什麼都懂 那果不其然那一年真的發生旱災 那這些農民就覺得 天啊秦良玉根本是神仙 太厲害了 為補神之 所以也成為它誓死效忠的趕死隊 那最後 因為白桿兵 白桿就是一個兵器嘛 對 是兵器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白桿兵 他們用的這個白桿的兵器 到底有什麼厲害之處呢 一件雷弱女子 是秦民官 殲滅敵軍三萬 縱觀中國歷史 就只有威風凜凜 廝殺於戰場上的秦良玉 才可比擬 從杜鑽到現實 楚橋 霓皇 秦良玉 都有經國英雄的肝膽豪氣 但沒有人能憑藉一己之力 就駛成沙場 秦良玉的法寶 就是把自己發明的白桿槍 不藏私地全交給他 把他統領的白桿兵使用 他的軍隊 男女皆當 白桿兵 為什麼叫白桿呢 他是利用當地的白蠟木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裝置 然後呢 他的毛端有勾 尾端有圓環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他的毛前端可刺 勾可勾馬腳 後面有圓環 可砸可打 而且這種的武器 他可以前後連貫 在遇到窮山惡靈的時候 是用前面的勾 勾住後面的圓環 對於前進推擊 是非常有幫助的 他不僅可以勾敵方的馬腿 他還可以攀爬這個山壁 所以他也可以適應各種的地形 一端是有勾 後端是有環 所以他又叫勾連槍 秦良玉的白桿槍 就是改良字勾連槍 不同之處指在於 白蠟木做成的槍身 質地綿密 韌性夠 不容易折斷 加上比鐵桿來得輕 揮舞起來比較勝利 女兵也可揮灑自如 其實勾連槍在三國時代 就已經存在 但最為人所熟知的橋段 則是水浮傳中的妙用 以鐵鍊串成的馬陣 跑起來有雷霆萬鈞之勢 梁山伯好漢根本束手無策 只能狼狽竄逃 在天魁新宋江的計謀下 將金槍手徐寧騙上山 教授專攻馬腳的勾連槍法 勾連槍果然是連環馬的克星 不但可勾人鐵盔又能砍馬腳 一時間敵軍死傷殘重 雖然勾連槍大破連環馬 只是小說張回 但在歷史上 金良玉手中的百桿槍 在戰場上遇到北方騎兵時 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以勾倒馬腳 這讓百桿槍戰力所向披靡 秦良玉創建的百桿槍 經歷大小百於戰 幾乎戰無不勝 到了名神中萬利末年 如爾哈赤發動對明朝的進攻 在此之前 八旗祭兵基本上 沒遇到什麼厲害的對手 但秦良玉這支百桿槍 卻讓他們吃盡苦頭 體會到什麼叫做第一場血戰 因為他們發現 這一支百桿槍個個不怕死 敢打敢殺 而且手持獨特武器 防不勝防 獨特的武器 讓百桿槍在遼東的抗軍戰爭中 屬立威名 秦良玉僅有的三千兵馬 竟然能夠苦稱 對抗努爾哈赤的數萬精兵 更讓敵軍聞風喪膽的是 這支百桿軍隊不但個個不怕死 敢打敢殺 似乎還有刀槍不入的功夫 這些士兵 除了身披鎧甲之外 外頭還造了一層厚棉衣 打起仗來居然刀槍不入 這也就讓這些八旗鐵祭 更加的膽戰心驚 所以府一交戰之後 八旗鐵祭就被殺掉數千人 抗爾哈赤深刻感受到 這支百桿兵的厲害 不得以下軍令說 死功不上前則斬 八旗鐵祭兵在遇到百桿軍之前 很少把明朝軍隊放在眼裡 但這一支來自邊疆的隊伍 卻讓他們體會到了 進攻大明以來的第一場血戰 那儘管最後 秦良玉的兩千百桿兵戰士 但是也讓諾爾哈赤的軍隊死傷慘重 那也是這一戰 讓秦良玉不怕死的百桿兵 聞名天下 秦良玉的軍隊已寡敵重 幾乎全被諾爾哈赤的軍隊殲滅 原因是諾爾哈赤利用明朝投降的 將領跟逃兵當炮手 從高處用大炮攻擊川軍 百桿兵死傷慘重 這支忠心耿耿的軍隊 雖擺猶榮名流青史 但是他們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效忠秦良玉 而且完全不怕衝鋒陷陣呢 原來在他們的心中 秦良玉不僅僅是將領 也是轉世的神仙 擁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飽讀詩書的秦良玉在婚後不久 就根據潮居之風 血居之雨的道理 推測來年會有旱災 因此他以吐司夫人的身份 建議農民種植抗旱的玉米 這一卓旗正是他贏得民心的關鍵 所以當時秦良玉注意到 當年的螞蟻窩挖得特別深 代表著說那一年應該會缺水 會產生荒年 可是這些地處偏遠的土家人 哪懂得這些 也因此後來荒年真的來到時 土家人紛紛把秦良玉當作是神人 對他的命令默不言聽寄從 當年明治未開 秦良玉的神心名號不進而走 自然有更多鄰里苗人來依附 之後他在戰場上殺敵巫術 每當他凱旋歸來 百姓總是扶老稀幼 焚香駐島 對四川人來說 他們是把他奉為神明 像是護國聖母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 他好像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對於很多的見解 他有獨到之處 另一方面當然最重要就是 他這種寶香為民的愛國情操 明朝晚年 狂災與饑荒 導致人吃人的慘劇 崇禎六年開始 從北京天津到山西河南 各地都傳出瘟疫疫情 出現時事久空 互釘禁絕 無人收斂的記載 也許是老天爺騰襲 這場大義的疫情沒有到達石柱縣 而不管是張獻忠還是羅汝才 也都被百感兵阻擋在石柱之外 這個苗仁居住地 在明末時期 成了全中國難得的一方淨土 秦良玉神仙轉世的互相傳說 更加聲明遠播 據說秦良玉 他一生就是效忠大明朝 他就連他的身後世都要仿效 開國皇帝朱元璋 因為開國皇帝朱元璋 他現在的遺種就有十三處 但是秦良玉比他更多 他光是棺材就有48個 所以他發了48道上 那現在就連秦良玉 他的墳墓到底在哪裡 也是沒有人知道 那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未解之謎 就是據說秦良玉他在生前 他怕他死掉之後 沒有人保護石柱這個地方 怕他清軍來報復 所以他就成立一個叫做巨人兵團 聽起來每個都很高大座 有一點那個晉級的巨人的畫面 對 那這些巨人兵團其實清軍 他們真的在山上有看到 非常大雙的草鞋 那儀式就是巨人所穿的 那另外他們軍中其實也有流傳說 這些巨人非常的厲害 他們會飛沿走壁 所以他 哇 他可以在平面上長得這麼高大 還可以飛沿走壁 還可以飛沿走壁 對啊 那到底這個巨人兵團真的存在嗎 不拘小節 運仇為我得宜 這是歷史上最常看到對清涼玉的評價 明史裡誇清涼玉一度顯雅 但這可不是指長相 在歷史上的記載說它是一度顯雅 這個是明史上的記載 那麼這個顯雅並不是說溫柔婉約 應該是說它非常的有氣度 建築於文字的記載 通常系數戰場上的功勳 但它究竟長相如何 而只有一名朝鮮使臣留下過記錄 西征日錄中寫道 馬門秦氏 體善肥大 網巾 靴子 袍帶一衣男子 能聞墨 熟冰書 馬上用八十斤雙劍 也就是說他長得還算是滿秀氣的 那個表情上是看起來是一個女兒身 但是他的身高 以及他的整個體態是非常的魁梧的 而且秦良宇自從他的丈夫去世以後 他就卸去了拆環 他改穿男裝 所以秦良宇他是穿著紅色的軍服 然後足跟黑色的長靴 那麼他頭戴這個可能是盔甲 那麼平常就是頭戴斗笠 那麼秦良宇他本身應該是力氣挺大的 所以他可以雙手舞刀 而且雙手舞刀 這個刀都重達幾十斤 長年的征戰與磨練 把美嬌娘磨成女漢子也不足為奇 但秦良宇能驰骰沙場 跟他的身高應該有關 按照在四川的三峽博物館 有展覽秦良宇他當時披掛上陣的盔甲 戰袍 那麼我們看他那個尺寸 大概可以估計出來 秦良宇身高是非常高的 他有一百八十六公分 一個古代女子身高一米八六 加上魁梧身材 讓人望之生味 據傳秦良宇身故之後 知道清朝不會放過石柱 所以準備好祕密武器保衛家鄉 據說秦良宇死後兩年 清朝部將朱鎔帆 率領大軍進攻石柱 那當時秦良宇的孫子 馬萬年率領數千人竭力抵禦 一路退到萬獸寨 但奇怪的是 朱鎔帆大軍卻沒有進攻萬獸寨 而是衝衝退兵 到底是什麼樣的神奇妙算呢 馬萬年他就找部下編了很多草鞋 而且把草鞋編得非常的大 那麼而且還把草鞋 故意磨得非常的破舊 表示說這些草鞋不是新的 是穿過的 是軍隊在行進之中所穿過的 然後就把這些草鞋 從山上扔下來 故意讓清朝的軍隊撿到 那麼清朝的軍隊撿到這些草鞋以後 一看這個草鞋的尺寸 根據這個穿草鞋的人 他的腳掌大小 大概可以估計出來 這些人可能他的身高 在三公尺左右 看到穿破的草鞋 清兵已經心神畏懼 沒想到軍中開始流言四起 朱鎔帆部下也傳言說 有巨人夭旋利刃飛簷走壁 在山中劍步如飛 那因此軍中人心惶惶 說是秦良玉 留下了一支巨人兵團 來對付清兵 其實這個只是軍法上的 一個障眼法 秦良玉即使身高186 他的後代子孫 也絕對不會身高到三尺之高 以後見之明來看 這是運用心理戰術 借助的是秦良玉生前的威風 不過巨人兵團 只是秦良玉 死前留下的其中一個謎 另一個大謎團就是 他效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故不已種 朱元璋生前下的最後一道聖旨 就是要有13口棺材 從南京的13個城門出殡 而且這麼多口棺材 每具都不是空棺 朱元璋故不已種的做法 一直到現在 在南京還有童謠流傳 南京有三怪 老頭怕老太 小伙子買腳姑娘帶 十三個城門出棺材 十三個墳墓 讓盜墓賊找不到真正的下手目標 不過秦良玉的心思更缜密 他擔心自己的失手被報復凌辱 因此生前就定下計謀 一過世就連發四十八道上 四十八支送葬隊伍一起出發 將四十八具棺材抬到不同的地方 同時下葬 這些隊伍中 只有一支是台往千良玉的老家中舟 其餘都在石柱境內 送葬人員還被要求堅程趕回 但四十八支隊伍都很擔心 他們自己不能及時趕回來 會被金令問閃 所以他們馬不停蹄奸程趕入 連用餐的時間都不敢停下來吃飽再上路 好不容易長途奔波之下 四十八支隊伍總算同時回來 他們機長碌碌想要飽餐一頓 不料他們所吃的飯菜 卻已經被事先下毒 所有送葬人員同時中毒身亡 秦良玉雖然不像朱元璋有嫔妃殉葬 但如果傳言屬實 四十八支送葬隊伍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隨他共赴黃泉 他的手段比起朱元璋不慌多讓 當時整個四川地區都已經被張憲宗所佔領 而只有石柱這個地方在秦良玉的保護之下 沒有落入流寇的手中 所以秦良玉很擔心 在他死後可能這個地方會遭到攻擊 那為了避免他的死後的生活遭到干擾 所以有這樣的傳說出現 秦良玉有奇才 有膽識 的確是歷史上的一號人物 但即使有不識之功 以私德來說為了固步遺種連累無辜人命 是非自有定論 其實看完今天的故事 我會蠻敬佩秦良玉這個人的 因為我們知道在古代就是崇尚 女子無才便士德 那他不僅飽讀詩書之外 他在戰場上也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他是戰場上的女英雄 是女力的代表 沒錯 但是我個人覺得他死後 這故步遺種的做法 難免會讓後人覺得他心很手辣 是啊 那各位網友 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要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我們Podcast也已經上線了 歡迎您下載收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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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 嘛 嘅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